文鸡起舞 东晋的祖替和刘坤是好朋友 他们一起读书学习 吃风五溢 希望能早日保家卫国 有一天半夜 睡梦中的祖替被鸡叫声吵醒 他叫醒刘坤 对他说 我听见鸡叫了 我们起来去练剑吧 学才叫一遍 现在还早着呢 鸡叫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勤奋 我们以后听到鸡叫就起床练剑吧 你说得对 我们练剑去 从此以后 无论官风下雨 露暑或是严寒 祖替和刘坤总是听到鸡叫 就起来练剑 一年四季里 从未剑断过 又过了几年 鸡替和刘坤都成了文物双全的人才 为国家 为国家做了许多贡献 文鸡起舞 后来比喻有志报国的人 忌实奋起 近代有两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学生 一个叫车印 一个叫孙康 他们两个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油灯 只能在白天看书 有一年夏天 车印坐在院子里 望着漆黑的天空说 要是有点光 能让我看看书就好了 这时 萤火虫飞了过来 在他眼前上下舞动 车印马上想到 我可以用萤火虫照明啊 他找来一个白色布袋 把萤火虫们装了进去 借着萤火虫发出光来学习 而孙康呢 在寒冷的冬夜 他看到窗外的大雪 反射出了光芒 大雪映照出的光 正好可以看书啊 他不顾寒冷 拿着书本就跑到门外 借着雪映出的光芒 看起书来 车印和孙康 因为勤奋好学 最后都当上了大官 囊淫印雪 后来就形容 一个人勤奋学习 日夜不停 江郎才进 南朝有位非常厉害的文学家 叫江烟 他少年时期 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 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江烟的文章 就像一批华美的锦段 真是好才华 唉 老兄 怕是一辈子 也写不出 这样好的文章啊 在大家的赞扬声中 江烟长大了 他凭借自己的文章和诗词 当上了官 有一天 江烟坐在船上 看着远处寺庙的风景 渐渐地睡着了 在梦里 有一个书生 走到江烟面前 我有一批锦段 放在你这里很久了 该还给我了 江烟向怀里看去 拿出一批漂亮的锦段 找到了 还给您 做完这个梦后 江烟再也写不出 华丽的文章了 他的文字和用词 一下子变得枯燥无味 好像灵感一下子耗尽 我怎么也写不出来了 曾经称赞他的人都很惋惜 唉 江浪才尽啊 江浪才尽 现在用来比喻 一个很有才华和思想的人 他的才华减退 不如从前了 守株带兔 有一个农夫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遇到好年景 也不过刚刚吃饱穿暖 一遇到灾荒 可就要忍动挨饿了 他想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好一点 但他又特别懒 总想着能不劳而获 终于有一天 奇迹发生了 他正在田里耕地 突然 有一只野兔 撞死在田边的树桩上 晚上 他美美的 宝餐了一顿 心想 要是每天都有野兔撞死在树桩上 那该多好呀 于是 农夫再也不种地了 在树桩下 等了一天 又一天 然而 再也没有野兔跑来 而田里的庄稼 全都 哭死了 这次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